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月云未欢仙欲的消息震惊了整个台湾娱乐圈 这一切皆因和著名的广播电视人侯世红有关 彼时的侯世红已经和郭美纯结婚多年 但不能阻止他和林月云爱得轰轰烈烈 狗血的是林月云和郭美纯还是好朋友 那一年侯世红和郭美纯离婚未果 林月云干脆就做起了侯世红的地下情人 怀胎十月 侯世红悉心照料 为了不让林月云感到无聊 便带他出去打麻将 好家伙 一来二去 林月云就认识了富商邱家雄 为六年后的狗血剧情埋下了伏笔 林月云的为爱痴狂 注定了他和肚子里的孩子被唾骂的一生 1978年12月 林月云肚子里的孩子咕咕坠地 取名为侯佩岑 这一年郭美纯伤心欲绝 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另一边的侯世红和林月云母女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很快林月云退出了娱乐圈 过起了有钱有闲的阔态生活 那时候林月云经常去邱家雄家里打麻将 和他的妻子蔡归赵成了闺蜜 蔡归赵为人热心 对林月云照顾有加 要是林月云打麻将打晚了 便让邱家雄送他回家 没想到这一送就送出事了 1983年侯佩曾五岁 林月云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和侯世红分手 所有人都认为这一次 林月云要带着侯佩曾 过光明正大的生活 没想到走出侯家 林月云就做起了邱家雄的地下情人 一场长达31年的爱恨纠葛 正式拉开序幕 那一刻 蔡归赵所有关于爱的信仰都崩塌了 爱情和友情的双重背叛 让这个成长在父母羽翼之下的豪门女 第一次意识到人性的阴暗 蔡归赵对邱家雄更多的是不甘和怨恨 要知道邱家雄一雄二白的时候 是蔡家亲尽全力成全他 让他爬上负伤的位置 后来他却把财富和地位 当作刺向蔡归赵的刀子 新婚一冷的蔡归赵做了两个决定 一是却不和邱家雄离婚 让林月云永远得不到名分 二是潜心向佛不问失事 此后邱家雄在物质和精神上 从未亏待过林月云母女 侯贝存更是直接被他称为帕帕 当然林月云的野心从来不只是当豪门情人 他还要将侯贝存培养成人见人爱的顶级名媛 林月云培养侯贝存有多狠 有一次 侯贝存在学校被同学嘲讽是私生子 他气不过 当场和对方吵了起来 回到家 侯贝存把这件事告诉林月云 没有换来安慰 换来的是一记狠狠的耳光 原因是他没有保持微笑和礼貌 此后温良恭敬让 成为了侯贝存的处事标准 后来的侯贝存成为了林月云最得意的作品 高中毕业 侯贝存就考上了南加州大学 出国留学期间 还修了新闻学和心理学两个学位 毕业后回到台湾 一个机会砸到了他头上 属于侯贝存的时代即将来临 2001年 侯贝存进入台式学习 他的计划是学习结束 就去日本继续读硕士 读完硕士就嫁人 那一年中天电视需要招聘一名英语主播 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英语流利的侯贝存身上 于是侯贝存战战兢兢地坐上了主播的位置 因为笑容甜美 端庄大方 侯贝存颇受欢迎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侯贝存现象成为了台湾娱乐圈一大器官 他成为了台式当家花旦 所有人都把他当成神话 侯贝存有说不完的信件和鲜花 客服中心每天都几十通电话 点名要和他通话 连公司的亲戚阿姨都会给他带卤蛋 用小S的话说 就是没有人不喜欢侯贝存 2003年在台湾50位最受瞩目的完美女性票选活动中 侯贝存稳居第一 一时间侯贝存成为女性的楷模 更成为名门望族最佳儿媳妇人选 这一年是侯贝存最风光的一年 但好景不长 当年林月云坐下的龌龊是像一颗定时炸弹 引爆那一刻差点炸毁侯贝存的星图 2004年郭美纯在苹果日报刊登了一封信 这封信将林月云撕得连底裤都不剩 那一句他已是熟女有志 仍破坏他人婚姻而滋乐 既贱又齿像一把刀子 直击林月云的心脏 这条爆炸性的新闻迅速点燃整个娱乐圈 很快侯贝存的身世被扒得一干二净 从此私生子林月云成为侯贝存心徒中 永远不可抹灭的污点 另一边的林月云依然过着风生水起的日子 这一年邱家雄在嘉义修了一栋别墅 公开和林月云同居 没有名分又如何 他照样能把男人的心拴得死死的 在前路上侯贝存一点都不输林月云 这一年周杰伦的专辑七里香卖了三百万张 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亚洲天王 当时他为了宣传这张专辑 在台湾待了一个月 神奇的是这一个月的时间 周杰伦就去了四次侯贝存的节目 这两个人的故事正是拉开序幕 周杰伦和侯贝存在日本亲密出游 被狗仔搭了个正找 两人恋情随后公开 为此周杰伦还召开记者会 毫不掩饰的撒狗粮 我幻想中的大学生恋情就是这样 这是我第一次握他的手 没想到缘分来得这么快 当天王身边的女人 从来就没有那么容易 这场恋爱迅速把侯贝存 推向了风口浪尖 彼时的侯贝存还没有 从私生子的漩涡中走出来 就掉入了劈腿风波 大众很容易把侯贝存 和林月云的品行联系在一起 质疑他背叛连圣文 插足周杰伦和蔡依林的恋情 同时周杰伦也落了一个劈腿男的标签 另一边的林月云根本看不上周杰伦 在眼中天王也不过是一个戏子爆发户 彼时的侯贝存和豪门名媛不相上下 他完全可以搞个势均力敌的豪门 连作家李敖都说 侯贝存看上周杰伦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外界舆论纷纷 周侯恋很快就迎来了大结局 2006年周杰伦在伦敦街头被拍到和田富珍同行 两人的绯闻甚嚣成上 三个月后周杰伦突然对外宣称 和侯贝存没有再谈恋爱 侯贝存也一改往日状态 冷冰冰地称周杰伦为周董 到这里周侯恋悄悄画上了句点 2009年侯贝存迎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这一年他认识了花旗环球证券销售交易员黄伯俊 两人仅仅相识三个月就订婚了 2011年侯贝存大婚 有两件事轰动整个台湾 一件事邱家雄以父亲的名义登场 并且将女儿侯贝存交到新郎官的手中 另一件事侯贝存直接把捧花给了林月云 林月云泪流满面说 等于在我内心里面我也结婚了 当时的媒体称林月云为地表最强的情人 三年后林月云再次让人大颠眼镜 这一年邱家雄矮顿趋势 葬礼上却不见林月云母女 只剩下蔡规照忙前忙后 据说邱家雄把大部分的财产都留给了林月云 留给蔡规照的只有一套房和一些现金 七年后侯贝存带着林月云上综艺 上演一出母女倾身的戏码 何贝存那一句成年人的世界不容易 想要为林月云洗清罪孽 可是郭美醇和蔡规照的世界又有多容易呢 一个人大半生的幸福都建立在别人痛苦上 到头来还要祈求这个世界的理解和包容 为美也太贪心了 林月云曾向蔡规照隔空致歉 用一句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来为自己开脱 对不起 这个道歉蔡规照不会接受 这个世界也不会接受 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买单